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现在在走上行推道 这个是在日线级别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比较慢 是因为要踩稳这一条布林中线 也就是20均线 然后现在呢是沿着这一个上行隧道的上方 随时等待突破 到底能不能够登上这一个300 一会儿我们在基本面 其全面技术面各方面面面观 全部都去看齐 好现在开始美股探索 大家好我是J 如果是刚来我的频道的话 谢谢观看 记得点点阅 然后记得点赞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最近特斯拉的这一方面的消息 我们知道在7月12号这一边呢 马斯克是宣布成立了一间新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在这一边呢 其实7月14号也是有周五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有这个Twitter Spaces 现场聊天中呢 他也是分享了不少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 我们看到特斯拉也是开始进一步的进军人工智能 在此前我们知道其实 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 这个是在上海举行的 马斯克也是有说出 今年这个FSD年底前有望 而恰恰的对吧 就是在这里7月投产的这一个超级电脑 Dojo超级计算机 拼得上全球Top5的这一个 Dojo的计算机呢 对吧 全球最先进五台超级计算机之一 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详细的这个算力啊 我们在这一个视频里面呢 都是去探讨一下 能不能帮助特斯拉真的在年底前实行这一个FSD呢 也就是自动驾驶 然后对股价可不可以也是顺便的一口气往上推 300可能只是一个小目标 350 400继续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哈 好来到这里呢 这个技术面来说呢 大家也是刚已经看到了 我们自从去年的这一个 2023年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今年年初呢就是一直的往上冲 特斯拉在这里一度降到了101 所以这也就是隧道的下方 在前面呢 回踩确认152的底部呢 是进一步的上攻到了280之上的这一个区域 这里恰恰的我们可以看到隧道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面的走势啊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重要的支撑之后 确认变成了压力啊 你就可以看到暴跌在这里 好101见底 然后见底怎么样 见底猛烈反弹翻倍冲破200让空头后悔 在这里我记得有不少的人说 那个特斯拉是不是要跌破101啊 然后我看到有些分析是说是不是要去60 结果特斯拉是强烈的在这个100大的心理支撑位置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猛的一个反弹 然后后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做了一个迅速的回踩 暂时来说这个走势跟英伟达基本上是非常的相似 因为英伟达呢也是触底108左右反弹呢 到190的区域呢又做了一个强烈的回踩 回踩之后就上了400啊 来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移这里特斯拉 爆上去之后呢是不是也有这种三四百的这种几率啊 所以大家也看到我基本上每日都是在持续的更新 美股这一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也有很多特斯拉的消息 所以欢迎欢迎大家点订阅点赞 好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 dojo的进一步的计算这一方面了 所以说到这个dojo超级计算机 它的核心是第一 而这个呢是基于这个7纳米的制造工程打一出来的 有超过500亿个晶体管和354个训练计算节点 OK 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这个计算力强吗 可以达到9000万亿次 是亿啊 要注意是亿 9000万亿次 数据吞吐带宽达到36TB per second 算力密度和数据吞吐能力实现最大化 你可以看见 这个在其实之前的特斯拉的财报里面啊 还有那个dojo的介绍里面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介绍啊 但是这个强大的算率 对特斯拉的股价基本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这个就是为了自动驾驶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SD呢 马斯克是不断的就说 这次一定能成功了 可能又要退到下一次了 就算前几天在这一个上海的人工智能的大会上面呢 其实马斯克也是也是有说就是年底呢 可能实现这个FSD 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被不一定实现呢 其实之前也是大家也看见过了啊 也是不少次了 在这里主要为了这个FSD能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订阅的这个赢 更加多的营收去增加 而加强这个特斯拉的强大的基本面 我们也知道这个Earnings Per Share EPS 也是我们在这个财报会非常关注的 一会儿呢 我做直播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去讨论这一点啊 今晚是会有 然后在特斯拉7月19号财报的时候呢 大家记得来看 我也会到时一起去做进一步的这一方面的详细的点评 但是我觉得超级电脑这一边都就投入7月投产这一边呢 对特斯拉推动往人工智能和FSD的完成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啊 因为这是可以帮助自动驾驶模型 更加快更加完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啊 在推特Spaces里面呢 其实马斯克昨天也是有暗示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发现最后我们是over complicated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想的太复杂了 其实solution is very simple 对吧 就是还是follow这一个kiss principle 对吧 就是keep it simple stupid 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个马斯克这一边呢 在暗示的到底 在推特Spaces暗示的到底是不是FSD接近完成呢 是不是年底有戏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季度财报里面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的脚步啊 然后这两天呢 也是有这个cybertruck战车frame 呃流出来的这一个照片啊 大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呃整一个设计 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我们知道这个战车或者是呃 这个model q呃 还有这一个highland出来的话呢 是会给这个特斯拉的股票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也是跟大家一起去点评过这一点的 好 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面 昨天的视频说到过的就是特斯拉股价 为什么交付数据之后对吧开始往下再走 非常简单对吧 因为这里布林区域收窄了 布林区域收窄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密集的在中线之上 蓝色这根线就是布林中线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布林上线打开了往上之路 所以我们看一下特斯拉是不是要沿着布林上线开始往上 像这样子一样的上攻 当然股市里面呢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大家要谨慎 好 至于比较有风险的方面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一些EV credits 对吧 因为这个是政府给的这一方面的补贴嘛 所以就是看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会没有 在这里呢路透社是有报告在12月31号之后呢 可能在model 3这一方面的这个tax credit就开始是 就开始被减少啊不是完全没有啊 他写的是reduced这个7500块的federal tax credit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 但对近期股价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也就一般般 好说到特斯拉的对手呢 我们看到魏小李的股价涨的也是真的是厉害 交付数据也上去了 但是在北美这一边 特斯拉的基本上第一头号的这一个对手啊 虽然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 是Rivian Rivian主要主攻的是这种皮卡 因为毕竟特斯拉在外面对吧 你说那个model Y是不是一个SUV 但有些地方还说它是一个sedan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但是你说有皮卡 皮卡或者一些一些大型的一些这种货车的话 像亚马逊也是在用这个Rivian的直接订了10万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特斯拉还没有完全的可以去做一个对比 因为他们主攻是model 3 model Y 销量和交付数据主要的来源 也就是model 3和这个model Y嘛 所以Rivian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产量是上来了啊 这一个第二季度交付数据创纪录12640 这个环比就是增长了 基本上是三倍啊 非常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厉害 我们也知道曾经的现在的Rivian 现在的这种产量也是曾经的这个特斯拉 以前有过的这个路程 来到这里Rivian的股价排回在25 26分析师是把它上调至30左右 但我们知道Rivian刚刚IPO刚上市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个股价是非常的高啊 在100之上的 大家觉得Rivian能不能回去呢 还是特斯拉会最后胜出 今天投票区我安排上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猜一下 还是会爆冷门 比亚迪或者魏小李在国内会有 在中国会有另外的一个这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 未知的这个对手出来最后是赢得 如果大家问J的看法 J觉得谁能解决充电的这一个问题啊 应该就是跑在最前面的 暂时来说特斯拉NACS标准 是不是就是跑在前面呢 到了后面肯定就是看Solid State Battery 或者代替的新能源 像这个Hydrogen 看能不能就是代替这一个电力 因为这那种的充电更加快 而且比较耐用 所以就可以做这个领导 所以我觉得电能储备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马斯克 是有去跟这个宁德时代这一边呢 去接触过 也是为了就是新型号的改装的 这一个Model 3去做进一步的准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期权布置这一个特斯拉财报这一边是 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布置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期权的密集的未平仓数 最多的是在310到320之间 我们看到320有1.17万张 1.84万张的315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310也非常多的 但是最多呢 肯定是离价格更加近的这一张300 也就是3.69万张 要注意的3.69万张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基本上是5块钱 然后315这一张只是2.6 那么之上来说的话 下一个大的聚集点呢 就是350左右 所以我刚一直在说350嘛 这一张是7月21号下周五到期的看涨期权 你看350这里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未平仓数 1.59万 但这一张只要0.635 回想英伟达的财报来说的话 基本上这种way out of money 在价外很远很远的齐全 基本上全部都中了 因为英伟达一口气 跑到基本上跑到400那边去了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特斯拉能不能 乘着自己二季度交付数据 这么好这么惊人的这个表现 在财报的时候呢 再下一程 来到这里 其实该有的催化机 基本上都摆在那里呢 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FST 年底前基本上是落地 看马斯克是怎么样说的 特斯拉的这个超级电脑呢 也是直接是在7月呢 开始投入生产 进一步的帮助FST 然后我们看到在XAI里面呢 他们也是有说 虽然这个XAI的人工智能公司 也就是特斯拉创造出来的 跟其余的这个特斯拉和这个XAPP 也就是Twitter是分开来的 但是之间会有密切的合作 如果你在估算市值的里面 特斯拉的市值 能不能估算一些人工智能呢 其实都久的加持 我觉得对FST发展这一方面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财报里面 是不是会有这方面说进去 因为有些人说特斯拉直接 不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这个未必有差 因为毕竟马斯克是分开来成立的公司 也就是这一个XAI嘛 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个XAI的技术 怎么样也是应该会帮助一下 这个特斯拉主要的这一个 FST的这一个愿景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然马斯克这里也是说 把这一个XAI做出路透社 这里是有报告 XAI是为了去examine the universe 为了探索宇宙 我们知道马斯克对这个火星和木星探索 非常感兴趣 然后就是为了人类的进一步的 这个进化啊 所以看到这是为了未来做 这一个贡献 所以非常的伟大 好来到最后 英伟达这一边呢 在人工智能呢 也是压住非常的多 最近股价一度飙升到480呢 暴涨上去啊 是因为他们花了 花了点钱去投资了 这个生物科技上面 我们知道在美股炒一些Penny Stock小股的话 像什么SEN SBNGO IBIO这一种 大家可能以前都听到过的 都是生物科技的 因为生物科技 只要你拿到FDA的Approval的话 对吧 就股价会有非常暴涨的这种波动 所以我们在周五就看到 英伟达上的那一出 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呢 能让个股非常的疯狂 而且英伟达的市值到了1万亿 都还可以走出那种幅度 这个也真的是厉害了 所以特斯拉接近8000亿的这一个 在8000亿市值这一边呢 我们去想一下 特斯拉能不能靠着自己的财报 重回一万亿的这个市值之上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区这里 写下自己的感想 如果觉得特斯拉能重回一万亿市值 在财报之后的话 可以按个1 好 我们一会直播再见吧 谢谢大家观看 поним brag twins a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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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两位 tip pasando Dion 龙 过 président 这一种 都 ؤ